雪白的装置艺术搭配一望无际海景 让游客忍不住停下来拍照打卡 热门的还有这景观台 站在高处东海岸一览无遗 停车场里几乎都没有空位 民众走春来到台东旅游 可不能错过大午之心南回忆 在休息之余还能欣赏海景 休息站内满满都是人 游客来到这里还能吃到在地民店小吃 像是东荷包子小雪米粉 现场还有卖当地伴手礼 南回忆去年十月才刚完工 外观以灯塔异象设计结合海景 不仅被称为全台最美休息站 更被网友激推 是全台三个最强休息站之一 说到最强休息站 怎能错过台中的清水休息站 每到假期总是涌入大量游客 不仅有室内大型水族馆 食物选择多让游客有得吃也有得玩 是民众短暂停留的人气景点 还有这最大的台南东山休息站 历经整修在今年一月初开幕 卖场内多种伴手礼任军挑选 美食区除了有在地小吃 也有连锁素食店进驻 公游客多种选择 你看我前面这个就是生命之术 听说呢他这个他会有灯光秀 他是在一定的时间他会表演 日前还有网红开箱介绍 休息站环境 从户外的大型树木 再到室内都走森林风格 还新设置宠物共食区 让民众能和毛小孩一起饱餐一顿 同样被列为最强休息站之一 民众走春出游停下脚步休息 别忘了一堵各个特色休息站 3.75 欢迎来请综合报导